習近平緊釘李克強 上海女淫官被圍獵 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近日大紀元獲得石家莊市紀委 2020年5月25日的 《關於傳達中紀委調研組有關意見的銜》 文件提到 2020年5月9日 中紀委調研組對石家莊市 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 進行了調研 文件首先對各級黨委提要求 各級黨委要找好規模企業的同時 要更多關注小微企業 採取力度更大 更有針對性的幫扶措施 然後 文件對各地、各級部門提出要求 各級各部門要加大復工、復產相關政策的宣傳力度 促進政策真正落地生效 各地在找好復工、復產的同時 特別要找好安全生產 和產品質量方面的工作 時政評論員李林一表示 這個文件是中紀委調研組 調查石家莊 當地復工、復產的情況 甚至對安全生產 和產品質量提出了要求 這部分本非中紀委管轄內容 應該是國務院、地方政府的職責 這個是中紀委在插手政府事務 今年1月22日 習近平在中共十九屆 中紀委五次全會上強調 確保十四五時期目標 任務落到實處 1月25日 李克強主持舉行國務院黨組會議 學習習在中紀委會議上的講話 要求強化政府系統 全面從嚴治黨的同時 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 李林一認為 中共所謂十四五計劃 主要聚焦經濟發展 現在變成中紀委 今後監督的重點內容之一 換句話來說 未來幾年中紀委 為了達到習十四五目標 會對搞經濟的官員 甚至對國務院嚴格監管 李林一說 李克強開國務院會議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 是對習的一種表態 直接受監管 同時還必須將經濟攪上去 多名中紀委副書記成部長 李克強勢力被壓縮 中紀委勢力瞄準國務院 此前已有表現 過去幾年 至少有五名中紀委副書記 出任國務院部門一打手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 四名中紀委副書記 調任國務院部長 陳文貞調任國安部部長 黃書賢任文貞部部長 由於YouTube近期開始刪除本台的節目 部分節目被迫遷往Patreon 請各位觀眾繼續支持香港大紀元新唐人 訂閱Patreon收看本節目 訂閱的方式如下 進入patreon.com slash apple times hk 或者掃描QR碼進入網站 按擊 往下拉屏幕 點選它按鈕 出現更多選項 選擇你要支持的節目On Joh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